大家好,一晃九点了,给大家看一个小视频 你拆过这一百万,去让记得到,拆不过这一百万,谁都拆,谁得到 所以我今天最大的事,就是这个 因为我这个视频大概都两三天了,对他的去的还稍微有点影响 我就问了一句话,我说,都拆哪儿了,他拆哪儿都行 他只要你把老百姓房子拆掉一百万就行 各位,这样的事在中国可以说远不是各别 但是我听一位区长亲口的跟我说这话,我还是受到了很大的振动 各位,你很想啊,不仅中外有个这样的发展 一个市政府给一个区长印象的指标 今天你必须把老百姓房子拆掉一百万 拆不着就彻底的是,世界上这么多的国家 有一个国家是这么发展的 我们历朝历代,有这么发展的 没有,我是独一份 独一份,蝎子拉屎独一份 确实是这样啊 这个,哎呀,反正没有程序正义 就不会有实质公平 还有,你别听他怎么说 你看他怎么做 是吧,在这个拆迁的过程中有强拆 是吧,前两天我做那节目 那个深圳啊,深圳有两兄弟 这个清明节的时候吧,回乡祭祖了 回来给哥俩那房子就拆了 完全是合法的住宅 而且根本就没沟通过 那哥俩特别不能接受在哪呢 说,你连告知我也没告知我 你要拆我房啊,也没有讨价还价啊 是吧,如果你给我的价钱合适 也许我也走啊,对吧 当然这中国吧,真是一个奇葩国度啊 一个特色国家 在世界上,其他国家不存在这问题 是吧,房子是你自己的 对吧,这个永久产权 像我们西班牙是999年 是吧,如果晚婚晚育的话 30年一代人,可以33代 是吧,那就千秋万代了 如果是早婚早育 这好像14岁还是16岁就能结婚 你按照20岁就生孩子 那都50代人了,对吧 像我们这经常有一百多年的房子 那非常的保养的还是不错 是吧,而且还住着人呢 人家后代,人家那个祖先祖宗 给盖一栋楼 人家可以住多少代的后代 都在里边住着呀 对不对 所以中国这个是给你拆了 那房子能多少年 也许二三十年 三四十年就塌了 就出现各种问题 现在这又出问题了 这个东航 上海东方航空 东方航空这个基地是在上海的 一个东航 广州的南航 北京的国航 这三大航空 还有一些小的 东航的空警 被安排赔税老总 这个对话曝光 只要你喜欢啥变态的要求 我都满足你 这个空警啊 前一段我看有人爆料 有一女的吧 他现在不出来了 前一段他叫什么名字来着 跟一小伙子 是一个小伙子的频道 原来他们是支持郭文贵的 后来好像跟郭文贵也是 就有点拉开距离了啊 然后那个女的说是一个红三代 他说他老爷还是啊 老爷是老革命 所以他在中南海也混过啊 他说他认识的一个所谓权贵啊 说把一个航空公司说一千多个空警都给玩了 反正说的挺邪乎的啊 近日啊 说有媒体爆料啊 这个东航客仓部 客仓部啊 一个姓泥的泥性的高级经理 与囚姓 就是仇恨的仇啊 念囚 囚姓老总的露骨短信 在网络疯传 这俩人挑逗性的微信对话 尺度令人是叫炸蛇吧 咱们看看啊 这有聊天记录啊 看不太清楚啊 反光啊 我看他怎么说的 说邱总您好 我是小泥 田总让我来联系你 周六晚上你来接我 还是我自己去国际饭店呢 国际饭店 上海的吗 北京的国际饭店 我倒是在那工作过啊 那个顶好清香油 这个康师傅啊 然后这个 这个这个 球总说了啊 说老田没有和我说过呀 哎 然后这边这女的说了 说田总啊 说他帮你安排了 您听他的安排就行了 啊 说这个让这个田总安排什么 我不知道啊 然后说 球总晚上我和你们一起吃饭 然后您说了算啊 您想怎么摆弄我 哎 我听您的啊 然后说晕 我无语了 到时候再说吧 这两天我心情不是很好 说您最近心情不好 我可以安慰一下您啊 啊 然后说我和田总前面聊过了 我明白他意思了 啊 哪天啊 那天或者哪天啊 就是约好那天啊 你哪天我带套 带套制服过来 我要玩制服诱惑 啊 这个球总要玩制服诱惑 然后这女的应该姓尼啊 他说好的球总 您还有什么要求吗 然后说你 说你结婚了吗 还是有男朋友啊 都是问号啊 然后这女的说我吗 我没结婚 但是有男朋友 你看看 然后这男的说了 这个球总说了 说那我那什么你的时候啊 我不说那字啊 我那什么你的时候 你给他打电话可以吗 啊 他干着人家女朋友 还得让人女朋友 给自己的那个名义上的男朋友 还得打着电话 啊 说球总 您说了算 我都没有问题啊 说我那天是你一个人的 你想怎么玩都可以 你这不都是 现在这个戴绿帽子的 这个几率可太高了啊 现在这个中国人啊 很开放啊 然后说那周六晚上 再穿裙子吧 内裤就不要穿了 好吗 说好的球总 我会戴好制服的 再戴一套情趣内衣的 您喜欢吗 你看这还都 这都是聊天啊 视频截图啊 这都是谁给扒出来的 是吧 是他们自己吗 他们自己肯定不愿意吧 是吧 这不是丑闻吗 那谁给他们弄出来 这些消息呢 难道是微信 微信的后台工作人员 还是警察 警察似乎不管这些事吧 这也没危害社会主义 也没反党 是吧 也没有刑事犯罪 然后说 您想怎么样都行 我也不是小姑娘了 只要您喜欢 我都可以满足你 这个女的 这个姓尼的 还是一个劳模 还是东方航空的女劳模 还是个党员 你看他还说啊 这还有东航党舰的资料 这个女的啊 这个姓尼的 她说作为一名劳模党员 要是劳动模范 要是党员 我要 你看他要啊 他要在党严党 在党严党 然后在党爱党 在党优党啊 为党忧虑啊 热爱党 还要在党里边 还要老提党啊 在党严党 在党爱党 在党优党 切实发挥党员 先锋模范作用 做一名积极温暖的客舱人 客舱人就是客服 就是这些成员啊 空姐空少啊 随时随地的传递 善意温暖正能量 发挥引领 示范和带动作用 通过船帮带 为公司培育更多业务精湛的 新秀和工匠人才 这个更好的福于人民 哎呦 这让我想起来 那个山东快书哈 山东快书 那个那个谁 叫什么来着 那个五二郎哈 那个武松啊 当了一个党 当了一个党 你先入了我这个党 我就入了你这个党 当了一个党 是吧 然后你看有的人哈 就报道这事啊 自媒体之类的 然后这个东航 现在 有一个自媒体叫扣灵男 姓扣 扣准的扣 然后有人加他的这个 聊天平台啊 微信之类的 还说请问您是问哈 然后这个人是东航的 他说稿子中提及的人已经在上海报案了 我是东航江苏公司党工部 就是党委工作部的工作人员 还能请咱们这边删除 因为确实影响不太好 因为是羽情 属地化 舆情 舆论啊 属地化管理模式 所以江苏这边的媒体 需要我们来对接一下 给您这边添麻烦了 就让人删 让人删 然后但是这个叫扣灵男的就直接怼了 他说你们公司高层有对此事 此事进行调查处理了吗 网传的微信对话截图如此的漏股 给社会带来如此不良的影响 影响是你们的员工所造成的 这样的女劳模党员 给我党脸上抹黑了 正值我党 我党 我党啊 一百年大庆之际 如此不顾自身的形象 难不成就此删帖 就能够消除对外界的负面影响吗 你们必须对此事做出处理 对外界有个交代 而不是五盖子纵容包庇此行为 是吧 纪检部门年年都在强调 领导干部不能只当教育者裁判者 不能像手电筒那样 只照别人不照自己梗 更不能一边粉饰 一边干肮脏的事 哎 真是 这太 这个很多单位呀 太脏了 有机会 那么 我